行 了解了 还有别的吗 孩子 还有就是 我俩一个是南方 一个是北方嘛 平常寒暑假的时候 肯定就是异地恋 然后回老家 也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 有时候会出去找朋友 一块出去玩会儿 但都是同性朋友 可能就是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及时地回复他的信息 有时候他给我打视频 我没有看见 然后他就不开心 到时候还得哄他 因为这件事情 我俩就是吵了一次 他总是患得患失的 一直总是给我提分手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 都出去打游戏啊 你都不告诉我 去哪儿跟谁 但是我之后 我看见消息以后 我会及时回复你啊 那都多久之后了呀 我看见了 我会及时回复他 可能是时间有点久 当时是 可能是和朋友在一块玩 那我怎么知道 你跟男的跟女的出去玩呢 因为我在石家庄 就那几个朋友 就那几个朋友 你还认识的都差不多了 姑娘 我不知道 在你心里 你是有多糟糕 你是一个多么没有魅力呀 就是你自己怎么办 你自己想成这样了呢 不是 就是 我平常喜欢 把事情都分享给他 但是我希望他有回应 他没有回应就算了呗 可是我还喜欢他呀 所以就这样是吗 就是我希望我俩可以 就是活在一个不安全感里 放假了嘛 正常有个联系 愿意跟谁 跟基本的信任也没有 干吗呢 不是挺好一个姑娘嘛 说话有条不紊的 为什么那么没自信呢 你随他去呗 不好可以不要啊 不是的 其实最开始我们都很好 他现在说我很粘他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是他特别粘我 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 然后渐渐在一起久了之后 就我习惯了我们俩这样的相处模式 然后他可能就后面可能平淡期了嘛 然后就觉得 平淡期你也知道 怎么我变得这么粘人 你也知道平淡期啊 那不是就行了吗 接受啊 但是他有时候有些事情 真的很让我生气 比如说 就有一次他们部门去聚餐 那天挺晚的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去等等他 然后他当时我看到的 他跟两个女孩子 就肩并肩就走进校园 不是说大家伙一块去聚餐吗 他为什么跟两个女孩子单独回来 当时我真心里非常难受 是这样的 那次我是和我社友一块去的 我俩是一个部门的 但是我那社友 他就提前回来了 当时他有点事 就提前走了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就剩我们几个人了 然后我就说 我跟你们正好拼一辆车回来吧 回来以后 我也没想到在校门口撞见到他 然后就因此引发了这个误会 那我当时 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看到那个画面 我能受得了吗 什么画面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什么画面 就是他当时是有扶着一个女孩子的 怎么扶着 就是喝酒了嘛 就参扶着那女孩子 是搀扶还是搂抱 搀扶我也受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